大家好 前两天我去山上探访了一独库人家 走的就是这样的阳长小道 没有通公路的 那么我们整个翻越了两座山 可以看到这一座荒山上全部都是荒废的 我们是要走这样的峡谷阳长小道 然后再转到这些山脉上 再绕到山顶就到那一户人家的位置 很多朋友让我跟他在我们贵州大山里面 找这种能够种植养殖的地方 今天算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 走了两个小时 朋友们 到了 已经忽隐忽现的看到房子了 马上就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 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 那么我们从这个有公路的地方 走到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大概是走了两个多小时 里程应该是十公里左右 那么后来我们跟主人家交流 他说是大概八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 如果说要挖公路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山上是木造比较多的 所以呢山顶基本上也是看不到的 那么我预测整个山上呢 应该是有一两万某的 这么一片荒山是如人烟的 那这个呢就是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居住的房子 他们呢是两夫妻住在这里啊 总的养了有二十只牛 大概呢四五十只羊 就两个人在这里 出一趟山呢是非常不方便的 那么整一座大山呢就非常吻合大家说的好养殖 不管你是养跑山猪啊养牛啊养羊啊 都是非常绝佳的一个条件啊 因为再往这个山顶延伸过去呢 可能十几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 但是这个地方的最大问题呢 就是公路不通 可能需要修八公里的路 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啊 如果说朋友们有兴趣呢 大家可以自己到这里来看一下 我觉得搞养殖呢 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不过了 而且山上的水源呢也没有问题啊 尤其有朋友跟我说过 祥阳跑山猪 需要十几公里的这么一个无人区 这里呢就再合适不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